标语牌和旗帜从城市各处汇集到市政厅大楼前 标语牌上写着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北约应该立即结束对南联盟发动的战争 集会发言者慷慨激昂 愤怒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空袭南联盟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不要把纳税人 用于美国人民的就业医疗和教育 他们表示完全支持中国政府的政党要求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应该尽快公布调查结果 对中国人民有个交代 同一天在华盛顿来自霍普金斯大学 乔治华盛顿大学 马里兰大学等17所高等学府的 1000多名中国留美学生学者 汇聚在于美国白宫锦一墙之隔的 拉法伊特广场上举行示威活动 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野蛮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 并造成我同胞死伤的罪恶行径 还我同胞 还我使管 我们要和平 不要战争 不要霸权 停止空袭的口号声 在华盛顿上空回响 海外学子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及其北约 能够尽快公布事实真相 给予中国人民满意的答复 一位参加游行的美国人也表示 调查应该进行 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近日来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政党领导人 发表声明或致函中国党政领导人 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 请看报道 巴基斯坦总统塔拉尔 致电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造成严重人员和财产损失 表示震惊和悲痛 同时代表巴基斯坦人民 并以他个人的名义 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科特迪瓦总统贝迪埃 在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电报中说 我以非常沉痛的心情 对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并造成人员伤亡和管设严重损坏 表示震惊 几内亚总统孔带 坦桑尼亚格拉外长 常务秘书威廉姆斯 近日分别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 遭北约导弹袭击事件 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和慰问 白俄罗斯共和国国民议会下院主席 马罗费耶夫 致电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 代表白俄罗斯国民议会下院 向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野蛮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 而壮烈牺牲的中国公民 表示沉痛哀悼 同时向死难者家属表示真诚的慰问 日本民主党代表 12号这一天 这些遗物与三位烈士一起 从贝尔格莱德回到了北京 从这些遗物里 我们能够看到烈士的血迹 我们似乎还能听到爆炸声 能闻到硝烟味 堵物思人 烈士的音容笑貌 好似就在眼前 1999年5月8号凌晨 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对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导弹袭击中 新华社记者邵云环 光明日报记者许姓虎 朱颖夫妇不幸遇难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导弹就是从这个地方 落入了邵云环同志的卧室 由于邵云环同志的丈夫 曹荣飞也在同时受伤 那么他们的有些东西 还没有来得及清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邵云环同志的电脑 这是他的采访用包 还有一些信签信封 朱颖的父亲朱夫来 从北京赶到贝尔格莱德 在许姓虎朱颖居住的房间里 他强忍着悲痛 寻找着孩子们的遗物 这是我女婿许姓虎的采访包 她每天采访的时候 都背的是这个包 你摸摸看 你看看 这都是被烈火 被炮弹所熏的 这就是从她那个 她想的瓦砾堆当 所以这 你闻闻 这上面都是火药味 全部都是火药味 让美国人看一看 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 三位烈士的一些专机 后来南方不是 叫给我们一个项链 项链从它脖子上 牺牲以后从脖子上取下来 在这儿 这个我看了一下 这个项链上 还能看到一些血迹斑门 这个打开来看 你们看 是 这样子血 嗯 血已经凝固了 凝固的血 发黑了 嗯 你看这都是血迹 嗯 看到了 他是刚采访回来的 后来电视台拍下的这个片子上来看 他是很穿着整整齐的这个蝙蝠 所以说明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入睡 我们到当天我们就到了寺馆 当时呢在外间呢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工作的地方 他那个一个办公桌上还放了那个电脑 电脑呢已经给完全破坏了 但电脑旁边呢还放了一本字典 那个办公桌的抽屉 半开着抽屉里头都是一些办公用品 嗯 一把椅子还放在那个办公桌的旁边 有一把椅子 我们觉得 一般他完成工作的话不可能办公桌的抽屉都那么多搬开着 字典也不可能外起书吧的就那么放在那个电脑的旁边 因为他是一个应该说是生活工作都是一个很有秩序的人 春天本是一年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季节 可是命运多舛的南斯拉夫人民 还要为捍卫自己的基本自由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 这是邵云环同志在3月24日遭受第一次轰炸事件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邵云环发回了11篇报道 他的文章里充满了对战争暴行的揭露和对正义和平的呼唤 在这台被炸毁的电脑中 肯定还有邵云环没有来得及发出的报道 作为一名勤奋敬业的记者 他再也不能用这台电脑来履行他的职责了 而作为一个爱美的女性 他再也不能用这条项链来装饰他美丽的人生了 美国对哪一个母亲 这个现许的血迹斑斑的项链留给他的后代 除了这个项链以外 还从事馆被炸的现场废墟 带回了一个弹片 这个导弹的碎片 嗯 导弹的碎片 就是这个弹片呢 也就是我们三名历史 同格的这个对着 这几个天真可爱的儿童 以及美味的食品构成的画面 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画面之一 这就是许幸虎生前使用过的采访本的封面 然而他用这个本子 却只能记录一幕幕骇人听闻的血腥场面 在5月7号他最后留下的采访笔记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字样 菜市场50米炸弹 虎同志呢 这个生前 写就是彩写新闻用的两支笔 那么许幸虎同志就是用这两支笔 发回了大量的战地报道 特别是 那么我们是在他牺牲的当天 《光明日报》是发了他最后一篇的战地日记 那是他的绝笔 也就是5月8号这一天是吧 对 因为这个贝尔格莱德和北京有个时差 我们见报的时候 报纸出来和广大读者见面的时候 许幸虎同志已经牺牲了 那么这个报里 现在还有许幸虎同志的战地采访证 这个呢是南斯拉夫军方发给在战地采访的国外记者的 那么只有在就是在这个贝尔格莱德 只有凭这张证 你才能够去任何的现场去采访 现在这个 这个导弹的弹灰 这里边呢 还有许幸虎同志抽的香烟 香烟盒里还剩了最后一支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以后呢 大家热泪盈眶 这个许幸虎同志呢 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遗物了 采访包里有许幸虎主引采访用的胶卷 他们搜集的新闻资料 以及许幸虎最后的两张名片 这些物品似乎都在讲述着他们的战地采访经历 在许幸虎的采访包里 还有一个他天天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 观众朋友 当我们从这个录音机 许幸虎同志生前最后一次采访的录音 我是在 在《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 宰慧生同志 从贝尔格拉德回来的时候 拿的那个采访包 看到的 这个采访包里面 有许幸虎同志的采访笔记 有他的录音机 有他这个采访所需要的一些备备的工具 那么我看到这个采访包的时候 在那样一种导弹袭击的情况下 补补自己的生命安危 补补自己的各方 为了把南斯拉夫 这个真正的劳动 这是用鲜血换来的报道 他写的暂地的日记 每一篇 每一篇文章 每一项字 都净透了他的鲜血 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 5月6号 许幸虎曾经为北京电视台 这也是他留 报道 地方呢 比较激进于 精细一点 由于附近有一些 军事设施的说法 但从开始没几天 人民的报记者 严重后 他那也在附近不远 就一块商量 然后 希望使馆能帮我的忙 所以使馆很支持我们 给我们很大帮助吧 就是答应我们 出到使馆了 最近这有人在一块 大家好多人在一块 有安全保障 吃的问题就由我 不然来给我解决了 断电就第一天最困难 第一天最困难的时候 刚好前一天 我们做的剩菜 剩饭 然后我们就拿到 我刚才说了 十滚一个发电的地方 唯一的一个值班所呢 有电的 我让他稍微热一下 就吃了 一个饭馆 去买了一点东西 我们都买了一些土贵的饼干呀 什么的 当然说基本上都不准备动它了 包括谁什么的 我们担心更可怕的情况出现 你们预计最可怕的事情 会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最可怕的就是 他这个 仅仅两天之后 许信虎和朱颖 被罪恶的导弹 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 向他遗体 做最后道别的时候 许信虎同志穿着那身 关门日报很多人都熟悉的 灰色的西装 而且他的手呢 右手 手指是半曲了 放在府前的 好像还没有放下 他生前战斗过的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遗物 将被中国革命博物馆 收藏和展出 将来我们和我们的后人 面对这些遗物的时候 会想起在1999年5月8号 曾经发生了什么 这将会极大的激励起 人们爱国的热忱 烈士们热爱祖国 终于职守不如使命 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而这些遗物 是烈士们留给我们的 一笔宝贵的财物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我收藏收藏你的